出发 把这两边的红灯笼都给我换成荷花宫灯 大人 这灯笼炸起来挺费力气的 今天要换来不及了 来不及要换 这 这什么这 红的太喜庆 跟眼前就不搭调 摆得跟半丧事一样 这荷花宫灯嘛 有红有白 花里胡哨的 正合适 鲁大人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了 不过这荷花宫灯嘛 对了 去年我们家老爷祝寿的时候 用的宫灯还留着呢 正好派上用场 赶紧拿出来都给我挂上呀 剩下不够的 让灯龙师傅连夜给我赶制 奴才这就去办 回来 赶紧通知守备李景忠大人 把这西安城的百姓集合起来 马上训练 到时皇上和皇太后进城的时候 一看到灰红旗 全部出来朝拜 一会白旗都给我闭门 到底灰什么旗嘛 随机应边吧 老公 吞 好 好 好啊 人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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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哟 这不是咸丰二年 告老樊乡的陕西府台陈伯君吗 是 是 身子骨还硬朗吧 是 是 老佛爷您还记得我呀 是啊 老佛爷 快起来 老佛爷 快起来 哀家认得您 你就是以六十九岁高龄 考取壮严的刘汉林 对不对 对对 老佛爷 五六年前 告老还生的时候 都已经八九十了 怎么样 您也是陕西人哪 老佛爷 奴才一辈子都记得您哪 您上回赠我的那幅画 我还保存着呢 那是您亲手所为呀 不再想你呀 老佛爷 年少年少年不够 ego 老佛爷 生命 老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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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开 yar 这个鸾架 那几辆马车 我让人带着从西门而入吧 韩大人想得周到 虽然说这一次 哀家跟皇上匆匆离京 但是圣驾亲临 哀家皇上皇后都在这儿 这 场面如此凄凉 似乎跟六国古都不符啊 韩大人 你过于拘泥了 今儿是黄道吉日 这 可并非祥赵啊 老佛爷 您请稍候 嗯 抱衅 我 犹斗 好 大田 ereal be 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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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是啊 老爷来了 来 老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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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跪下 老爷 老爷大喜 老爷大喜啊 什么大喜啊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二少爷找着没有 找着二少爷了 非但找到二少爷了 而且毫发未伤 过了长午就回来了 真的是二少爷 真的 你没看错 果然是二少爷 怎么会看错呢 绝对是二少爷回来了 太好了 哎呀 总算找到了 哎 统治夫人 告诉他二少爷回来了 是 哎呀 不容易总算找到了 是大少爷找到二少爷的吧 老爷 严格说 不完全是大少爷 主要是韩小姐 先找回了二少爷 可大少爷为了找韩小姐 找着找着就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 找着就好 回来就好 哎 你看二少爷有何变化没有啊 现在可好啊 哎呦 变化可大了 哎 哎呀 你没看见啊 二少爷现在 活着上下衣服洋人打扮 连辫子都剪了 穿着洋人的衣服 洋里洋气的 还带了一个 什么洋汽车 可惜现在没油了 不能开了 就停在半路上了 二少爷说啊 让小的先回来报个平安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哎呀 那还不赶紧找人 帮然儿把车给弄回来呀 哎呦 我的夫人哪 我现在管他什么汽车还是水车呀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抵制洋货 他开着这么一辆汽车进城 这这这实在不像话 哎呀 老百姓如果看他不顺眼 把他连人带车烧了怎么办呢 啊 另外他开着汽车到城里来 横冲直撞 撞着人怎么办 不怕吃官司 他不怕人家跟他没完没了 哎呀 你住嘴 你还管什么车不车阳不阳的 儿子回来最重要了 你赶紧叫人 把儿子给我接回来 快去呀 陈墨 你告诉二少爷 绝对不要把那个车开到城里来 你 别别别 如果他实在喜欢他呢 就先让他放在城外 总之一句话 绝对不要把他开进城里来 否则会闯大祸的 尤其是今天你知道吗 老佛爷和皇上要进城 他们都是被八国联军洋鬼子 逼得弃精而逃 他们怎么能允许一个洋汽车 招摇过市呢 因为开一个洋汽车引起民变 那还了得呀 哎 老爷来不及了 这会儿一定已经进城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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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杨哥哥 当你有了七药的时候 一定要找我怎么开汽车啊 好啊 没问题 就你还开车呢 车开你还差不多 死陈君 臭陈君 等我学会了开车 我定该先装死你 那好啊 回头咱西安城就出了一桩 开着洋车谋杀亲夫的大案要案了 回头让你的巡夫老子给审审 万一给你判个死刑呢 回头让你一死 也得死到我的身边 你少臭美的 哼 就你这副德行 谁给你陪葬 我爹才不会斩了我呢 说不定还跟你来个便师 对 对对对对 你爹怎么可能把你斩呢 他要是把你斩了 他不就成了你好官了吗 那你爹是西安出了名的大贪官 怎么可能为了还别人一个公道 把你斩呢 四辰君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阎王 哎 不要 哎呦 糟了 哎 行了行了 别管他们 嘿 像这样的戏码 在西安三天两头就会重演 习惯就好了 嘿嘿嘿 就你还想把我解决掉呢 哈哈哈哈 就凭你想想我今天我非把你解决掉 喂 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 子弹不长眼睛的 放心他不舍得打死我 就算他舍得打死我 那子弹也不舍得呀 哈哈哈哈 陈军我杀了你 哎呦又来了 驾 陈军又准你别跑 让我逮着你的话 我就扒了你的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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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看这是风风光光的 可实际上 还不是逃难过来的 像他们这样当惯了主子的人哪 这一路啊 怕是痴性了苦头 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军哪 一国之军 你说哪个 哎 可惜这一次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否则 哎 今天太后好像很喜欢你啊 一直跟身边的太监支支吾吾的 说着些什么 啊 芭城啊 是夸你演得好 哎 你说这皇上 他怎么连正眼都没瞧上你一眼呢 我看他一脸忧愁恐怕是 心里还挂着国家的事吧 我看这人世间的事 和我们戏堂上是一模一样 我们戏里不是老演 国破家毁 楼倒人亡吗 那架势啊 跟京城里的局势是一模一样 戏台上的事 可不就是前朝发生过的事吗 咱们的戏色不是老有始为见 始为敬吗 好了好了 说了莫谈国事怎么又开始唠叨 不过啊 最值得高兴的是啊 那个韩雨萱 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去吃月箱了 哈哈哈哈 哎 好边点 什么玩意儿 躲开躲开 躲开 你 躲开 让让 躲开 你们让让 看看这是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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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好玩意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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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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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小莫子 让让 让 我开 躲开 小莫子 少爷 小莫子 少爷 小莫子 哇 真的是你啊 五年不见 多成大人了 二少爷 你可回来了 你一走啊 你天天掰着手指都算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总盼不回来您要回来的信 您可真狠心哪 一走 就走了五年 可不是 当初我教你认的那些字 你学会了吗 当初我可说 我回来你要是学不全的话 我可要揍你的 你早认全了 二少爷 老爷一会儿就来了 我爹亲自来接我 不是的 他是来赌你的 老爷说 你带的东西羊味太重了 眼下实际老百姓 把羊人恨之入骨 再说 今天又是老佛爷和皇上 进西安城的大日子 老爷说 让您赶紧把这车给扔了呢 扔了 这 这怎么行啊 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东西 给运过来 这还不行 来来来来 赶快把路给我封上 爹 然儿 然儿 爹 你可回来了 爹 你的脑袋 你的脑袋 你鞭子呢 捡了 什么 你捡了你 爹 您放心 我捡鞭子 连老佛爷都按准了 老佛爷 好 咱们现在先不说这鞭子 我说然儿 你说你刚一回来 就给爹惹这么大的麻烦 你带什么不好呢 你你你你 这什么玩意这是 听爹的话啊 赶快把它扔了 扔了 这怎么行啊爹 爹 这个东西啊 它叫汽车 是我费了很多的功夫 才把它运回国内的 我准备用它 来发展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 住口吧 什么工业不工业 汽车不汽车的 你知道现在行事多紧张啊 啊 听爹的话 把车扔到城外去 你跟爹安安闻闻回家 你娘还在家等着你呢 走 爹 你要我把这车扔了 绝对不可能 你干嘛要扔车啊 阮哥哥 你背我下来好不好 你 这 你为什么要把这车扔掉 陈叔叔 你不知道 这辆车装上汽油 会跑得很快很快的 素云哪 你是我们陈家未过门的儿媳妇 你怎么可以和小叔子勾肩搭背 这成何体统啊 再说老公公在此说话 我没问到你啊 你作为儿媳妇 怎么公然跳出来抢白我呢 你是个未过门儿的儿媳妇 这是我们陈家的家务事 哦 当然了 你找到了然儿你出了不少力 陈某在此谢过了啊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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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回家吧 你爹现在在家等着你着急呢 啊 我不吧 爹 我求求您 这辆车 它可是救过我几次性命 要不是它 我恐怕就回不来了 求求您讲讲道理 就让这辆车跟我回家吧 这事儿没商量 来人 在 把这东西给我扔到城外去 是 好 好 要不是陈元外 您的公子在上面 刚才我们就把这东西堵在城门口 给它砸烂了 就是 对 刚才还一个劲儿的 夸着洋玩意儿好呢 陈元外 这位公子既然是您的二儿子 您不妨好好教教他 别那么重洋媚外的 大清朝的人 要是没了辫子 不成了二椅子 狗汉奸了吗 是 是 是 你们说 我们把这东西扔出去 砸了它 好不好 好 好 谁要不要动这个车 各位乡亲 你们冷静一点 讲讲道理 你们听我说一句 我知道洋人他们可恶 但是洋人的科技 我们也得学呀 我们不能因为洋人欺负我们 我们就连他们的科技 也一并否决了吧 大伙都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科技 这不是洋人天天挂在嘴边上的词吗 瞧他那汉奸样 兄弟们 咱们今天就让他怎么进来的 怎么爬出去好不好 好 好 够了 爬了 别一口一个汉奸 谁是汉奸啊 不盼着我们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不盼着我们中国人不受洋人欺负的 才是汉奸 我这次回来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用洋人的科技 去达到欺负我们的洋人 我这样做有错吗 你们他们都有病吧 我们陈家 那是花钱运我们陈家自己买来的东西 是不是 关你们什么事啊 还没完没了了 等等等 散了散了散了 我说 爹 您说您也是 您说您跟这儿瞎起什么哄啊 爹 您知道吗 就我这次救小燃 那是受了多大的罪啊 我遭了多大的苦啊 您说您 就因为一辆破车 您就把我们拦到门口 您就不让我们进去了 你跟着添什么乱 赶紧回家找人来 把车给我扔出去 爹 谁都休想碰我的车 这辆德国汽车 可是世界上最好的车 我为了把它弄回来 可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把它给毁了 什么 德国车 他还有脸说德国 带着八国联系进北京城的 就是一个德国佬 叫什么 瓦德西来的 现如今 他还敢跟台祖宗一样 把这德国车抬进了西安城 这 这简直是大不敬啊 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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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大人 谁是汉奸 我不是汉奸 我的车可是救过老佛爷 救过皇上的 行了 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呢 现在老佛爷和皇上刚到西安城 你就拿他们的名讳招摇撞骗 来人 把这个玩意儿跟我扔到城外去 爹 爹 好 好 全都给我住口 好 谁敢动我的车 就先杀了我 我绝对不会让人伤害你 行 除非先杀了我 太后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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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不是示威队马大人吗 刚才我在赢太后和皇上时 已经见到您了 不愧为示威队长英勇非凡 气宇轩昂啊 陈元外过奖 宿建传太后口谕 陈元旧驾有功 让他连人带车 回复好生歇息 静候老佛爷传唤 至于陈元的辫子嘛 老佛爷说了 陈元出国流洋 一去就是五年 也不是一年半载 辫子捡了情有可原 搅就搅了吧 所以 上至官府下至百姓所有人等 一律不得为难于陈元 叩谢老佛爷恩典 是 这是真的呀 是 是 我说我看着你下手让开 四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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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刚才好方的 你可不要吓唬我 这会儿怎么了 四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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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醒醒啊 四秦 四秦 我刚刚在楼下 他正看着我 怎么我一上来他就 他没事吧 可能是刚才迎太后 还有皇上进城演出的时候 太卖力了 这大日头又晒得慌 别看是九月的日头 毒着呢 该不是中暑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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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大哥子 是不是陈珈乐的二儿子陈然呢 可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像他了呢 总觉得和五年前 像是两个人似的 而且变得神神怪怪的 他才不神神怪怪呢 然哥哥满脑子充满了新鲜事 而且我从山上遇到他的时候 还以为他是洋人的奸细呢 差点一枪崩了他 后来我才发现然哥哥 他可是爱国呢 是一等一的良名 思云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夸一个人呢 不会是没看上哥哥 看上弟弟了吧 满地姐 我猜他应该有喜欢的人了 因为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他一直在哼那个调子 也是思琴姐最爱哼的那个调子 而且他在哼调子的时候 那个眼神可是温柔得很啊 我想他那个时候一定在想他的心上人 好梦难追夜来像甜蜜的虚语 情这一切我情月为爱失眠 梦难迟下来自思琴 灯火阑珊 怎么看不见 昨日红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保护老佛爷 老佛爷 您没事吧 我没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乱党作祟 下官胡同您回去 起驾 过来 走 你 过来 走 过来 过来 老佛爷 您歇会儿喝口水吧 搁这儿吧 小老佛爷 先来 不 你还有什么 老佛爷 还真不错 大人 这不是为了迎接太后吗 所有的蜡烛 这全都用完了 现在就等后半夜把这蜡烛撤下来 咱们才能往这正大光明殿上安哪 混账 混账 咱们不早说 哎呦 大人 这早了太后不还没睡呢吗 太后一旦责怪起来 说这边二一点 那边黑一点 小这么担待不起呀 这 这 好了 好了 韩大人 这荷花宫灯是下官的主意 但这如今看来 太后总算是喜欢 那就这样了 我看咱俩就随便提个灯笼看一看 韩大人 您怎么精忠爱国之人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不可不可 陆大人哪 俗话说 百密还有一书呢 既然老佛爷派您亲自来看呢 说明您深受老佛爷的赏识 您看看 这个事办得好还是不好 对还是不对 还希望您多多的指点哪 这次老佛爷来西安哪 虽然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哎呀 可是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呀 也真是微如雷乱 照不薄熙呀 所以办起事来 还是小心谨慎点为好啊 哎呀 韩大人 你也太小心谨慎了 我看不至于如此吧 不不不 陆大人 您是短短几日连升数级呀 这是春风得意马蹄级 您必有过人之处 哪像我呀 您办起事来 当然是可以好放一点嘛 我呢 二十多年来从一个倒台 一步一步蹭 一步一步蹭 好不容易才蹭到了一个寻寻寻寻寻府 比起您来 我真是望尘莫及 哪像您年轻有为 前途远大呀 哎呀 韩大人 您在这陕西地界上二十来年 可谓是根深蒂固啊 那官场上错综复杂的关系 也是了然于凶啊 不不不不 这老太后驾临西安 那西安行载 还有这正大光明殿 都因在您的精英下 可要名垂千古了 哪里哪里 哎呀 哎呀 哎 韩大人 这殿内粮柱所用何木啊 啊 这都是深山老林采得的千年古墓 千年古墓 千年古墓 那千年古墓木质紧密 寇旗之下应该有铸铁之声啊 我拍着怎么好像有中空之音呢 不不不 不能啊 这些都是从深山老林采得的千年古墓 这个 这个 也许这个千年古墓略有灵性 翘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声响 你听 崩崩崩崩 你看看 铿腔悦耳有金属声巴 哈哈哈哈 好一个铿腔悦耳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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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这块儿应该是用苏州府所制的细料金属板吧 啊 对对对 可是卢某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苏州府所制的细料金属板 地地道道的金属板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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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呵呵ERO 呵呵呵呵 twor 那当然了 这地地道道的苏州金属板 連那殿内的鼎梁之柱也是地地道道的千年古墓 哦 珍ently ęd mantle 那汉白玉 陆大人啊 您如此照顾 我也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我保证三天之内 我让这正大光明殿 是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结结实实的 只是 这太后明天就要上朝 你看我这 不就是三日后上朝的事吗 那老佛爷安马劳顿 那明天就上朝 我都觉得急了点 老人家这个时候应该四处走走 四处看看吗 老佛爷不是亲口班下一直要咱们气定神贤吗 对对 那我看三日后上朝 那才叫真正的气定神贤呢 陆大人如此精明 难怪身受太后的赏识啊 哪里哪里 韩大人 咱们走着 走走走 玉璇 你可回来了 陆庸有何发现 四百万两变成四十万两 盖在那大殿 那还用人发现 那不一跺脚一抬眼就清楚了吧 你小声点你啊 不是 你这时候说这有什么用啊 我是问你到底怎么样啊 到底怎么样啊 那还不是银子说话 你给了他多少银子 一千两 不过 只要他敢收下 啊 那以后他还要多少 那就是个无敌洞 不得而知了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啊 这些银子 咱们俩可得是 无贪 你呀 你说你给他一千两银子干什么呀你 太后两天后就上朝 咱俩不全露馅了 你我两个脑袋顶多保留一天 你这个人的花子有什么意义啊 还谈什么以后啊 那当然有以后了 不然的话 我当这个冤大头干什么 你还有什么妙计啊 卢庸已经答应我 说服太后 晚三天上朝 三天 三天 三天能干嘛 三天就能把正大光明殿修补了 你三年你也修不好 三天是不能把正大光明殿修复好 但是要把正大光明殿给炸了 大概连半天都用不上 炸了 二少爷 您这一回来就别走了 你一走都没人和我玩了 二少爷 您和韩家小姐一起来的吧 您可见过她的脾气了吧 她可吓人了 那天 照着我们家老爷头顶上的房梁就是一枪 把咱家人吓得人仰马翻的 我真不明白 老爷为什么要招这样的儿媳妇呢 小帽子 嗯 这泥娃娃是谁拿来的 二少爷 这是两年前三秦班的私琴姑娘让人送来的 二少爷 这是两年前三秦班的私琴姑娘让人送来的 你回家除了要钱以外还有别的事吗 混账东西 对呀 你回家除了要钱以外还有别的事吗 我就是您混账时候生出来的 那能不是混账玩意儿吗 混账 不是 您说这么点钱您至于的吗 您跟我这么大呼小叫的 不是 爹 那个 回头我挣了钱 我还您不就完了吗 呸 就你这个德行你还挣钱 不知道你哪辈子能赚钱还我 是 四季 你这是要 今天晚上 我要前进正大光明点 明天便取慈禧性命 这慈禧跟皇上进城的时候 就遭遇过炸弹 现在官府上下都严加防范 正是风口浪尖的时候 你想想 你这不是铤而走险吗 这要能够报仇 再冒险也要去 四季 我知道你报仇心切 可是 可是你也不能如此冒险 这刀上虽然上了毒 有可能 你还没有把刀拿出来 你就被人家给抓住了 再说 就算你真的赐死了那个老妖婆 你也可能是有去无回 四季啊 你可要三思啊 听我的 我们先打探清楚 然后再做周祥的计划好不好 我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只要能杀了慈禧 为白家汪死的冤魂报仇 就算是搭上性命 我也 心甘情愿 你要小心 宁可放弃 也要保命回来 我们大家 可都等着你呢 姐姐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大家 好大人 你这是干嘛 先别说我 死琴哪 都这么晚了 你找他干什么呀 哎呀 要紧事你赶紧带我去找他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哎呀 董老板 你这是干什么 我找他不是为了我 我是为了私琴哪 可 可可私琴他 他现在不在啊 他他他他 哎呀什么 哎呀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呢 哎呀你哎呦 哎 你这个混账东西 要把我气死呀 哎 老爷 哎呀 老爷 爹 你们吵什么呀 要吵回屋吵 不要堵在堂院里 给下人看笑话 哼笑话 咱们家出了这好人物 还怕笑话 早就成了大笑话了 娘 那是 成了亲 您不好好在家待着 您逛什么窑子呀 哎呀 哎呀 你不愿意 你把我太招惊了 你不能用我 我听你了 是啊 我就不愿意 你把我招惊了 我老大 我老大 你可是她 我还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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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走的那年 你虽然有些荒唐 但还不至于 混到如此地步 怎么五年不见 你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实在太让我 这个当弟弟的失望了 小燃 失望比希望好啊 真的 就好比咱这大清朝吧 那反正已经是个烂摊子了 您还吸什么望 您失望吧 你胡说 就算是个烂摊子 也是我们的国家呀 它总有转好的时候吧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把先进的科技 带进中国 以夷制宜 用洋人的技术 来对付欺负我们的洋人 让大清朝 重新振作起来 大哥 你也一样 从今以后 好好地做人 没有人会对你失望的 晚了 晚了 咱们这大清朝啊 就譬如我 是个二妈生的 不免就得被人赶出家门 那我不如趁现在活得 逍遥自在 我乐得个自生自灭的好 好 自然 那你是根正苗红 所以我劝你少跟那些人 掺和乱七八糟的破事 也别学那起的人 瞎让什么 什么实业救国不实业救国的 留着你救了半天国 救掉了我们陈家九族的脑袋 你 你 不是 爹 那我先上帐房领营子去了 不是 我就跟您支会一声 我是真把您当成我爹了 那您要是实在不给我那钱 那您趁早把我扫地出门 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不是 那回头 真是咱们陈家九族灭门的时候 那我陈郡还真成了 毒一根香火了 你说这事闹的 你这个畜生 你 你这 老爷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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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佳乐 佳乐 韩大人 你干什么来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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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玩 你听我说 不不不 你听我说 你 你 你能 能不能停下来 不要运了 哎呀 现在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已经来不及了 我 怎么 有新情况 不不不 我不能让他出事啊 什么 好梦难追 夜来像甜蜜难寻 情这一切 我情月为爱失眠 一 elles 唳艺 去又有些 一遍 off 接 你能不能别发生了 刚才冲 out 江灰明了 δια creating 咱们的下来 明尝把去一边 闭下拉我 比百こと作为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求老佛爷晚两日上朝 你们再为哀家盖一座正大光明店 哀家说个数吧 五百万两够不够 爹 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你就是想问思琴 为什么没有嫁给韩宇轩当小妾 是请你远离我家的然儿